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中国禅宗 禅宗啊 是跟印度的禅法截然不同的禅 我用一个定义 你去看它的区别 禅叫禅宗 翻成禅定 这个叫华范双菊 华是华文嘛 范是范文嘛 叫华范两个同时举 因为禅宗是范文 定是华文嘛 所以叫华范双菊 两个同时定义的 那么在印度的禅宗或禅定的定义啊 叫禁律 禁律知道吗 静静的思维啊 又叫思维修 它是很有功德的 所以又叫功德丛林 这是基本定义 中国禅宗的禅 不是这样定义的 禅怎么定义啊 叫菩提 涅槃 妙明真心 有没有 菩提涅槃 妙明真心 跟什么禁律啊 思维修 功德丛林 一点边都没有 都沾不上 为什么两个定义会完全不同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几乎没有人讲 为什么不同没有人讲 这个就是啊 我们只顾修行啊 不知道历史的演变 禅法 离开印度啊 他不是搭飞机直接到中国来 你要知道啊 不是啊 他是经过将近一千年的演变 一千年才来到中国 一千年啊 从西元前五百年嘛 到西元后五百年嘛 是不是这样一千年的时间啊 一千年啊 他是经过中亚细亚 然后经过天山南北路走思路 进入中国的 当时啊 这一个思想的传递过程里啊 在那将近一千年里头啊 刚好经过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关卡 叫做楼兰古国 有没有听过 楼兰这个国家 是一个很神秘的古代国家 这个国家 浮原很大 在现在的中亚细亚 到天山南北路之间 他多民主 多文化 没有统一的政权 没有统一的文化 也没有统一的制度 也没有统一的语言 没有统一的文字 你要留意到哦 这是非常特别的 所以当佛陀的教法 那沿着西北印度啊 传到中亚细亚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中亚细亚的人 怎么接受佛法的 那你就真的要从原始佛教 开始讲起啊 佛陀教的是 直接断烦脑出三界的这一法 而当时的人啊 是绝大部分都有禅定的人 那是指在印度啊 可是你传到了中亚细亚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禅定的啊 他是游牧民主啊 那什么禅定 当你传法给他的时候 你必须先教他禅定啊 有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产生了 当你要教他禅定的时候 你很显然不是用佛陀的方法 是用佛陀门教的方法 因为禅定的修法 佛陀不必教嘛 因为你们都有禅定 佛陀还教什么 对不对 那些阿罗汉本身所学的禅定 是从哪里学的 从佛陀门教学来的 佛教本身没有禅定啊 你先搞清楚这一点啊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既然那些不是佛陀的东西 是佛陀门教自己本身有的 那你要留意啊 一个外国人来学印度的东西啊 他为什么一定要跟印度一样学 对不对 因为佛陀门的那个东西 中亚细亚没有啊 佛陀门它有种族啊 阶级啊 中亚细亚也没有啊 你留意到没 这个时候呢 禅修的方法就开始转变了 开始转变了 怎么转变啊 随着民主而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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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这个地方啊 这个转变啊 我们叫做大胜禅观 大胜参观 大胜参观 从中亚西亚开始变 然后当它传入新疆又变 传到敦煌啊 又变 敦煌啊 就已经是中原跟西域之间交往的一个枢纽嘛 那中原的人啊 跟西域的人又不一样 你想想看 那时候来到敦煌这边的人 所接受到的佛法 跟西域的人接受印度的佛法是不一样的 西域的人接受印度的佛法是第一手资料 敦煌这边的人接受西域的佛法是第一手资料 这个时候中原的人要学西域的佛法 是不是更倾向于用中国自己的方法 而且呢 跟印度原始的佛法已经完全没关系了 有吗 你留意到基本上的背景架构是这样 所以到了敦煌乃至丙陵寺这边就甘肃 南州附近这整个思路的过程里 我们看到整个大盛禅观的变化 我们当然现在叫大盛禅观的变化 应该是讲禅观中国化的变化 它整个的变化就出现了